接着我们上一节提问的两个问题来讲 IO操作性能评件 所谓IO它包括网络IO和文件IO IO就是音和out 音out就是音就是进 out就是出 就是输入和输出 IO包括网络IO和文件IO 就是网络输出输出和文件输出输出 我们上节演示的就是文件IO的一些性能类的问题 就是文件读和文件写 网络IO其实也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网络行程的时候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 他们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文件IO的问题 我们一下子操作一个文件 它可能会有一些内存占用的问题 网络IO呢 它其实除了内存问题之外 它还有网络代官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想看个电影 然后从什么爱奇艺啊 成型视频上看个电影 一个电影可能有三个G四个G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服务端 把所有的电影文件全部加载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吧 这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内存的问题 对吧 就是说这三个G四个G的电影 然后在服务端一家来玩 服务端要占三个G四个G的内存 这是不现实的 然后客户端想要占三个G四个G的内存 这也是不现实的 对吧 因为有些手机客户端 可能连三个G的内存都没有 它再怎么去从通话系统来处理 能兼容三个G四个G 通过网络内存讯能兼容 那它也是很慢 另外就再看的问题 你想把这个三个G四个G 都下下来再看 那基本上你就先等半天 然后再看内容 我们现在看内容 只要你买了会员 只要没有广告 你一打开立马就能播放 所以说 解决方案是肯定有的 而且是成熟的 然后我们想把问题给抛出来 就是IO操作问题 相比于CPU就算和内存存起 IO的操作算就算慢 我们之前说的问题 就是主要在于它数据量过大 对内存对网络带宽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慢 就是类似于我们在前段流转系统 我们GS怎么运行都可以 但是尽量少了操作DOM 对吧 我们说过DOM是一个特别昂贵的 特别慢的 这个很类似 就是说 你在一个SOL的一个系统中 你的CPU怎么去运行 你怎么去读写内存 组写内存就是说 创建一个变量 然后对这变量进行使用 进行便利 进行读写 这个都非常快 但是你一旦TECK到IO 比如说你这个SOL的那个系统 需要读写一些文件 需要发送一些 其他的一些网络请求 这样的话就就慢起来了 这样的慢起来 再加上我们上一节 说的那些什么 室内存值比较大 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 那就更慢了 所以说它既然慢 它这个IO这个特点既然是慢 就类似于说 我们现在操作硬盘比较慢一样 这个是现状 这个我们解决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慢的稍微 影响稍微差一些 对吧 虽然说我们做不到 它CPU计算和组线内存 这样一个级别的快 但是我们也要这个IO操作 就是不至于那么的慢 所以说就如何实现在有性的 硬件资源下提防IO所有效率 什么叫有性的影响资源 就是说我们CPU是不会用的 这个我一看就讲过 不要以为你的服务区的CPU和内存 都会那么大 因为它存在的内容更多 所以说CPU不够用 CPU内存不够用 CPU带宽更不够用 觉得你的带宽是多少多少兆 然后什么光纤 这个都没有用 那这比看你的用户 访问量是多大 所以说我们在有性的 硬件资源质源下 提防IO的操作效率 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条件是有性的硬件资源下 所以反过来说就是说 我们要提防效率 就是目的就是为了 节省一些硬件资源 因为硬件资源这都是钱 所以说我们就用到了Stream Dream就是什么 就是个流 Stream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Nogo.js 做么牛逼犯律的 这个东西早就有了 这个图呢是Stream的一个 特别经典的一个图 你很容易在当中看到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图来讲 现在什么叫Stream 其实特别好理解 所以Stream流动嘛 比如说我们之前想读一个 就是上一件例的东西 想读一个文件 我们是直接什么 直接把文件的内容 全部读取出来 然后代音出来 对吧 相当于为什么 相当于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水桶中的 这桶水 到了这个水桶中 我们之前是什么 我们之前是搬起水桶 一下子全部倒进来 就这样嘛 就搬起水桶 一下子全部倒进来 就是类似于我们上一节 演示的文件读 还是文件写 它都是一些 读取相当于是 从这个水桶中 把水倒出来 对吧 写出去相当于是 我弄一些水 倒在这个水桶中 是吧 总之就是一个水桶的 一个倒出和倒入 一个过程吧 然后我可以用 两种操作方式 第一种就是 我自己利息大 我直接搬起水桶来 然后一起把这个水 全部倒到这来 利息大是什么意思 利息大就是说 你的硬件资源好 你的CPU快 你的内存高 你的带宽高 但是我们上面说了 前提是有的 就是硬件资源不够 你力气没那么大 你很弱 或者说 这个水桶很沉 五百斤 你搬不起来 那怎么办呢 那肯定有办法 对不对 那我们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想 你家里面有余缸吧 就给余缸换水 再照顾 你怎么换 弄个水管子 插到这来 然后它慢慢的流过来 是这样的 大家想一下 这个道理和 虽然说是 我们生活中的 一个余缸换水的道理 但是跟什么 跟我们讲的那个 就是在网上看视频 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在网上看视频 你不是说 把这个视频 全部倒过来之后 你再看 还是说 比如说爱奇艺 或者腾讯视频 它会一点一点的 把视频资源慢慢的给你 对不对 然后你一边看了 一边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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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这边两小时之后 这个视频资源 也慢慢留完了 你也看完了 对吧 一般就是这种一个形式 包括我们在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 它到底播一小时 但是它只要播一点 它就给你放一点 播一点给你放一点 最终还是会播完的 所以说 这种方式来去弄的话 是不是你的成本就会非常低 你不需要多大利息 哪怕你只是一个小孩 或者手务呼吸之力的 一个老老病残孕 这种都可以 你只需要能力弄一个管子就行了 那你可能说这样的会慢 它是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它会 它慢的不至于那么大 但是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它能节省很多的硬件资源 能真正的把我们用起来 能真正的被我们用起来 因为我们的硬件资源本来也很少 你让我直接搬起来到 我并且做不到 那我只能是用一个 这种水管自然方式 特别少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通过这个图呢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图 通过的图我就能把 整个这个stream的这种方式来 讲的相对形象一种一形 就是stream stream其实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意义 和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我们的nips里面有不能输出输出 也就是说我们的控制台里面的输出输出 当然这个你不需要太多掌握 是几种科发中的不是太多 然后process.standin标准输入.py图 那夸号process.standout 这个前面这个.standin 这个就是那个第一个水桶 然后process.standout就这样的水桶 .py图就是什么 就是管道 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程序 让这个来源.py图直接能够管道 连接到这个目的地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去一边输入内容 它就会一边流到目的地图来 等会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点码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我们当时也讲过 就是在讲那个处理post请求 post data 是我们讲过就是 如果request.on data和on end 来去接收数据 我们当时讲过是要数据一点点流过来的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网络Io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你靠谱端往服务端去传递一些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能会非常大 那就讲到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问题 如果数据非常大的话 我们想这么传是有很多问题的 就是包括地存的问题 以及CPU计算的问题 以及网络代宽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node.js虽然是什么语义法 但是根本节理还是操作系统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就是操作系统本身对Io操作 就是通过一个sfirm的方式去做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种request.on data的方式 去一点点的 大家看 接收部分数据对吧 一点点的把这个客户端的数据接收过来 它就是一个流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这个 就这个是 所以这个是客户端嘛 这个是服务端嘛 客户端往服务端传递数据 那就一点点传过来 每传一点 那我就触发一个on data去接收一点 每传一点去触发on data接收一点 传完了 我就触发这个on end 全部接收完成 就反复回来了 这样的话 其实之前我们只是演示过这个代码 然后也讲过一些简单的一个理解 但是结合我们这个地方的stream 大家应该就理解比较深了 它为了是什么 它为了是解决这个网络Io的一个性能平静 才这么做呢 提高这个CPU或内存的一个 就是 相当于去解放CPU内存嘛 然后提高它的执行效率 所以说它才会有这么一种数据方式 大家不要以为这种数据方式很怪异 其实反而是很好的 那这个代码呢 我们然后就不再演示了 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写过很多遍了 所以说我们这只需要 就是这个stream再去展解一遍就好了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你再自己去 找出这些代码看一看也好 然后自己再去演示一遍 那就更好了 那我们再说其他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这么个需求 我们一通过post传一段数据上去 传完之后 我们立马就让它反回 传到什么 我们就反回什么 当然这种例子不常见 我们只是从一个技术角度来去 一声声的去出这么一个题目 怎么做比较合适呢 就这么做比较合适 request是个来源 request是一个目的地 request是来源 中央直接用太多联系来就可以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就类似于什么 这次我们第一个例子 就是输入 输入是个来源 输出是一个目的地 然后中间有个pyb连起来 这就是个管道 连起来就可以 包括这个也是连起来就可以 你中间不要做任何处理 你如果是比如说 你自己分析了request的文件 然后再去request 点按着去发挥什么东西 这样就会慢 直接就连起来就行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request和response 它都继承了stream的某些特性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stream 要不然的话 这个request怎么会有点pyb的方法 要不然的话 这个response怎么可能会 被作为参数 传到这个.pyb的这个方法中呢 所以说request的response 它都具有stream的一些特性 都具有流动的特性 它才会让这个 网络Io的请求 变得那么的顺畅 OK 那我们接下来 把这个第一个领域和第三个领域给大家